这段时间无论是种西瓜了还是种番茄的种辣椒的 都出现根系或到或少出现问题了 然后就想问怎么快速去生根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误区啊 生根剂不是万能的 用的多了量大了 同样会对你的根系造成危害 造成就是那个激素中毒这种现象 好比说我们常见的 银朵顶酸 耐乙酸 云苔素 赤梅素 银朵乙酸 这之类的 它都是用化学类的那种快速生根的生根剂 如果你的根系确实不好了 然后你用一次快速生根 但是呢 不要用多次 正常向往下 一个做我一剂啊 最多用两次 一般我们就是在定制以后 在两三天的时候 用一次就可以了 剩下的时间啊 我们去养根护根 养根护根靠什么呀 好比说氨基酸类的 那个腐质酸类的 那个海盗酸类的 然后矿氧黄木酸钾类的 这些呢 虽然它不像其他脐质酸类的那样快速的生根 但是呢 它可以做到养根护根 达到根系肩状这样的目的 但是呢 你在市场上购买那些氨基酸类的 那个腐质酸类的 一般情况下 剂量不用或者少用 因为很多厂家 咱们不能说全部啊 百分之八九十的厂家 可能在这些水中肥啊 里面都家有化学类的 刚才说的前几种 那些生根剂 因为他们厂家的目的 还是为了让这个作物快速生长 坚重生长 但是呢 对于我们种植物 一旦你不了解里面的 具体成本的情况下 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 居素中毒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平时情况下 就不在市场上买这种氨基酸类 腐质酸类的这些肥料 直接从原料厂家购买氨基酸 因为原料厂家呢 它不会说是去添加任何物质的 所以说呢 这个比较纯 然后我们自己再去搭配 另外呢 就是肥料使用不科学 肥料使用不科学这块 很多人认为肥料就是供养分的 供果子 供椰片的 供这个静蜜的 实际上好比说磷元素 好比说猛元素 好比说新元素 这些元素呢 它不仅是往上供应 同时呢 它还要利于生根 如果你的施肥配方不科学 你同样还会造成 这个根系的问题 所以说肥料这块 你尽可能的用 全元素的那种水中肥 你看我们 这个水中肥的话 我们都是自己配 从来不会在市场上去购买 不是说为了省钱的问题 就是为了更加科学 更加科学的去施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